大家好,南花虽然特别受欢迎,但是呢,却不是非常好养 所以我们养南花的时候,大家要了解南花它有四届 这四届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样呢,你的南花才能够养得好,养得壮,养得旺 那么是哪四届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春不粗 春不粗的就是因为南花呢,它是比较喜欢一个湿润的生长环境 而且比较喜欢一个温暖的生长环境 但是春季的话呢,天气呢,相对比较干燥,而且呢,温度呢,又比较低 刚开始入春的时候,温度特别低,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不能够让它出室外养护 最好就是呢,先让它在室内养护,等到这个温度降下来 然后呢,这个空气湿度达到它一个生长复合的一个标准了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把它移出室外养护 第二个呢,就是夏不日,夏不日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南华它是比较耐阴的一个植物啊,它不是喜欢强光植色的植物 但是夏季呢,因为温度比较高 再加上呢,光照也特别的强 这个时候呢,南华是特别寄强光植色和暴晒的 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养护 一定不能够强光植色 第三个呢,就是秋不干 秋不干就是说,南华是比较喜欢一个湿润凉爽的生长环境 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不能够让它过干 盆土或是空气过于干燥,不利于南华的生长 我们在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 经常给你的南华喷洒水物来增加空气湿度 盆土也不能够干燥时间太长 保证盆面的处于一个微微湿润的状态就可以了 第四个就是冬不湿 冬天化因为温度比较低 再加上呢,南华可能会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 如果这个时候盆土长期处于湿润状态 不仅会冻伤你的南华,还可能会导致它出现烂根的现象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浇水就最好要节制一点 盆土了,最好保证一个偏干的状态最为合适 所以呢,养南华大家一定要牢记南华的这四届 也就是春不出,夏不日,秋不干,冬不丝 那么这样子,南华才能够养的壮,养的好 当然了,在南华的这个生长计划 大家还要适当的补肥 特别是现在秋季,大家一定要及时的给它补充这个南华专运的有金养液 来促进你的这个南华的一个健壮 然后呢,让它越养越旺 等到花期的时候呢,再来补领假费就合适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我们下期再见